Alucron的疫情在全球肆虐 指挥中心也公布了 各地区疫情的上升趋势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其中 每周的确诊病例 可以说是直线攀升 在过去的这一周 是攀升了94% 另外欧洲上升的这个曲线 也是非常的快速 在过去一周新增确诊人数 也是上升了81% 推测可能是跟耶旦假期 人员流动有关 而全球的确诊数快速的成长 好在死亡率是没有随之上扬 指挥中心说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但是大量的确诊病例 还是有可能会冲击到医疗量能 国内还是必须要谨慎以对 而现在有不少的专家就建议了 应该要把欧美等高风险的国家 全部都列为高风险来对待 不过陈时中就说明了 目前多数国家在这个确诊数攀升以后 其实都已经是高风险了 因此暂时不会再规划 新增其他重点高风险国家 而目前也不会调整春节建议专案 Omicron变异株肆虐全球 尤其欧美国家近期确诊数跳跃式暴增 指挥中心也公布各地区疫情上升趋势图 其中每周疫情最近一周垂直攀升94% 欧洲新增确诊人数也上升81% 东南亚34% 西太平洋东地中海疫情也都升温 统计共有196国受到影响 各国病例数大幅成长 好在死亡人数没有明显揍声 在耶旦节在欧美的国家里面 人流大量的移动 病例数的增加是非常的惊人 新增的死亡数 它相对没有这样成比例来增加 那生活还有一些降低 那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虽然死亡数没有跟着上扬 但指挥中心示警 大量确诊病例可能冲击医疗量能 必须提高警觉 面对欧美国家单日确诊数不断飙高 是否会调整重点高风险国家名单 已经没有所谓的重点高风险 都是高风险可能的发源地 那加上那边的相关的检验的报告 也相对的比较弱一些些 所以我们就暂时先把它一些先放着 指挥中心也强调 Almicron病毒的潜伏期相对较短 并没有给7加7加7的检疫障碍 带来新的威胁 不会影响春节检疫措施 认为反而把检疫处所的防疫做好 才是守住疫情关键 记者最后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